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谈了有一年的时间 就匆匆忙忙结了婚 周鹏家里条件还行 他爸妈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早餐店 做了好些年了 收入还算稳定 家里还有个比他小几岁的妹妹 比我们结婚的晚几年 嫁到了隔壁县城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娘家爸妈也是做生意的 闹市区开了三家门窗批发的店铺 结婚前我们两家协商好的 以后我和周鹏两边父母的养老都要负责 并且我爸妈在我结婚的时候 将市区的那套三居室的学区房 陪嫁给了我 虽然周鹏家里有房子 可毕竟在镇上 我们俩的工作都是在市区 所以婚后 我和周鹏都是住在我爸妈陪嫁的婚房里 婚后 我们俩一直过着二人世界 不用考虑婆媳关系 也不用考虑姑嫂矛盾 前两年确实逍遥自在 可是最近一直都在苦恼一件事 那就是生孩子 以前总是做避孕措施 直到周鹏的工作稳定后 我俩把造娃计划提上日程之后 却一直迟迟没反应 家里爸妈和公婆小姑子 都盯着我的肚子 每次回家都是各种催生 说实话 我俩也是四处求医问药 可是每次大夫都是同样的说辞 好好调理身体 总会有的 压力不要过大 这句话一听 就是四年啊 如今眼瞅着都结婚五年多了 还是没有个结果 小姑子是未婚先孕 挺着肚子结的婚 婚后 小姑子说是嫌她婆婆做饭不合胃口 公公又懒又邋遢 找各种借口 成功地从婆家住回了娘家 回门宴结束 就再也叫不回去了 她公公婆婆亲自登门请 都拒绝不回去 周鹏爸妈 也是嘴皮子都磨破了 小姑子依然无动于衷 后面慢慢地 也就都妥协了 她老公呢 也是个老实孩子 由着她的性子来 见她不回去 也就索性跟着她 一起住进了我婆家 不过这老公还算懂事 会帮我公公婆婆 照顾店里的生意 干活也挺勤快的 自己每个月的工资 也会拿出来一部分 给我婆婆 就当是两个人的生活费 虽然钱不多 但最起码 还知道蹭吃蹭喝难看 我和周鹏两人 也不过多地去参与其中 毕竟 我俩一直生活在市区 也就偶尔放假 回去住住 自从小姑子 住进家里后 我基本都是避开的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原因呢 就是她老是一副 直桑骂怀的样子 让我很反感 本来我这几年 没个孩子 心理压力很大 也比较敏感 别人都不提 就她每次回去 就是阴阳怪气地 给我添堵 嫂子 你听说过使女吗 听说那种女人 一辈子都不来月经 也生不了孩子 嫂子 你别看我这个 怀个娃挺简单的 但是养娃难呢 妈 你说我这胎是个儿子吧 反正 她说出来的 全是戳心窝子的话 很多次 我都想怼她 可冷静下来又觉得 我这不是活该吗 要是身体好 有个孩子 也就不至于 被这样嘲讽了 好在这几年 周鹏也一直在配合我 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公婆也还算可以 可这个小姑子 就像个蚊子一样 一直围着我转 在她怀孕七个多月的时候 我婆婆因为做饭时 不小心把胳膊烫伤了 还挺严重的 我和周鹏得知后 便想着把婆婆接过来 在这边的医院里看看 毕竟镇上的医疗条件有限 害怕以后落下啥大毛病 然后周鹏开车 和我一起回去接的婆婆 我这小姑子呢 非要跟着一起来 说是不放心婆婆 真是孝顺 然后周鹏就给来了一句 你挺个大肚子 上窜下跳的 到底是让我们照顾妈 还是照顾你 小姑子 虽说在我们面前 不知天高地厚 可她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周鹏的 见周鹏都这么说了 她也就作罢进了屋 婆婆跟着我们 去医院做了检查 取了药 打了一周多的吊瓶 确认没有感染 就回了家 我和周鹏让她 在这边多住一段时间 等好利索了再回去 可她老人家 心心念念 祭奠着家里的店 祭挂着怀孕的小姑子 婆婆回家后没几天 我们俩趁着休假 一起回家看望婆婆 顺便带着我爸妈 一起过去 两家聚了聚 刚进门 我准备去换身衣服 做饭去 就被小姑子拦截了 神神秘秘地 把我拉到一旁 跟我说 嫂子 等你这小外甥生 生的时候 我能不能去 你们家做月子啊 我当时 一脸懵地看着她 然后挤出一个字 啊 然后 她以为我没听明白 直接敞开了大声说 我想去你家做月子 城里医疗条件好 我不白住 我带着咱妈一起去 一个月给你八百块钱 你看成不 你 你去问你哥吧 他若同意 我这边都可以 我当时 真心不知道 怎么去回答他 只能将这个难题 甩给周鹏 我太了解周鹏了 他是个拎得轻的人 绝不可能同意 小姑子的这个想法 小姑子 兴冲冲地 跑去找周鹏 还不忘跟周鹏表明 说是经过了 我的同意的 结果 周鹏拿着手里的苹果 从中间一刀 劈下去来一句 没那公主命 非得得这个公主病 我嫂子都答应了 而且那房子 是嫂子的陪嫁 不是你的 既然你知道 那是你嫂子的房子 你还来问我干嘛 自己死要面子 活受罪就算了 还要带上咱妈 真是越大越 没皮没脸的 周鹏可从来 不惯着他 这个好妹妹 几句话 就怼得小姑子 哑口无言了 小姑子在周鹏后边 一直嘟嘟囔囔 周鹏兴许是烦了吧 索性来一句 确定要来我家 坐月子吗 我回去把卫生间 给你腾出来 随时欢迎入住 就这么一句话 彻底给堵死了 小姑子气得跺脚 公婆脸色 也有点不好看了 那顿饭 也就瞬间变得不好吃了 结了婚 天天住娘家就算了 还整天作妖 各种埋态我 埋态完了 还想去我房子 坐月子 你怎么好意思 跟我提的呀 人呀 一定得有自知之明 要我说 结了婚 别说去我家坐月子了 就是这娘家 你也不该常住 你这是让婆家难堪 让你老公为难啊 既然那么瞧不上婆家 又何必去嫁呢 嫁了人 就该有嫁了人的样子 最后 我这小姑子生完孩子 硬是被周鹏送回了婆家 老老实实地 在婆家坐完了月子 你们有这样的小姑子 和这样的经历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